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etal 则在他边上 不过令人很讶异的是呢 拿下第二排的居然是两辆Force India 不过他们同样的呢 也是采用了Mercedes的动力单元了 所以这个优势呢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了 不过比较不好踩的是Boltus 他由于呢在周六排位赛之后 换了动力单元的组件啊 所以被打退到第17位啊 周日胜赛的时候呢 就得从第17位起跑了 那我们讲到呢来到这边的话呢 其实啊这条赛道T1跟起跑线 是相隔非常的近的 所以呢我们曾经在20年前的时候呢 看到了他们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 一下子就撞掉了差不多呢 有一半的参赛车辆了 这一次啊我们果然又看到了 灯面起跑之后呢来到T1啊 看到呢Hamilton跑在Veto的前面 两辆Force India跟在后面 他们的集团呢是安然的无事了 但是呢在后面的后段班农学呢 可是没那么好彩的啊 Hockenberg呢居然钢了Alonso Alonso被撞飞了起来啊 而且呢一个翻吻之后呢 居然压在Cell Leclerc的车上啊 不还好呢今年因为有人质托 当时呢大家还在抱怨 这个人质托呢看起来很奇怪 对没有啊 可是这一次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人质托呢也保护了 包括了Alonso 包括了Cell Leclerc 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OK这么一撞的话呢 当然Safety Car出来啦 其实呢Boltus 因为它也是在后端班嘛 记得哦 它是在第17位起跑的 所以呢它的车也有受损了 正好趁着Safety Car出来的时候呢 它进站了 换了比翼 然后呢也换了这个白色的中性胎出来呀 这么一来的话呢 它就打算呢一直跑到底咯 Hamilton在被Veto超越之后的话呢 一直跟它保持差不多在两秒以内的一个差距啊 那第一次进站的这个窗口的话呢 应该是在第17圈开始啊 但是呢它一直等到22圈啊 它想要利用呢 这个中间的一个时间差 这Undercut Veto 就没有想到呢 它进站出来蛮顺利的啊 可是接着呢Veto呢 也进站换胎之后呢 哎哟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呢 Veto出来之后的话呢 很可惜啊 仍然是跑在Hamilton的前面啊 所以这一次这个Undercut的策略呢 并没有成功啊 不过呢尽管如此 Hamilton一直紧咬着Veto啊 到了后来看一看 要追回来呢 实在是不太可能呢 因此呢 改采取的比较保守的巡航模式啊 因为呢 终究啊 这个动力系统呢 还是马上要到Monza 这也是一个大马力的一个赛道啊 这一战过后的话呢 这个Veto啊 虽然是拿下了分战冠军 但是它在积分上面 仍然落后了Hamilton 有17分之多 而在车队积分方面 由于Botus的一路也杀到了第四啊 所以呢 拿下了不少的积分 让Mercedes AMG 他们在车队积分榜上面 仍然是领先Ferrari 很快的呢 背靠背的我们来到了呢 Ferrari的家乡Monza 根据呢 上一场的表现的话呢 来到这边的话呢 他们可能还是相当的强势的 不过呢 这条赛道讲起来是有离世的 1922年的时候呢 他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就完工了 在当年的话呢 它可是啊 继美国的Indianapolis的 以及英国的Brooklands之后呢 世界上第三条啊 这个真正是永久性的赛道啊 当年呢有十公里啊 而且它融合了这椭圆形赛道呢 以及有斜坡banking的这个设计呢 并且呢有很长的这个大直道啊 所以速度上面是非常的高的啊 对这个车辆的尾数呢 以及整个的底盘的调效呢 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Monza的话呢 这条赛道几乎就等同于呢F1的代名词啊 在1950年的时候呢 F1继创元年的时候呢 当然就把Monza这一战呢 列入了他们的赛程之一啊 而实际上呢 因为啊在过去有太多的精彩的赛事呢 同时也有不少名将啊命尚于此 因此呢Monza对于许多的车手来说的话呢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 那经过了多次的这一个变脸之后的话呢 现在这个赛道呢 是差不多5.8公里哦 有11个弯道 再加上了几个的减速的Chicain之后的话呢 Monza在这边仍然是啊 对所有车队呢 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尾数 以及呢在中高速弯里面呢 他们的底盘的设计还有的轮胎磨损的一个控管 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去年我们看到的呢 Mercedes AMG的两位车手呢 Hamilton拿下第一 Boltus拿下第二 Ferrari的Veto呢 则是落后了三十几秒呢 拿下了第三 今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Ferrari他们似乎在动力系统上面呢 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威胁了 所以是否能够看到Mercedes AMG 在这边重现去年的强势呢 进去持续所令我们的Mercedes AMG Moment